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Ivan 今集又想說中年好聲音3 請到我們的重量級老師 Hi老師 Hello Hello 大家好 剛剛這集我真的坐著去聽完 因為我兒子睡著了 我聽不完 因為我正在做白飯魚 還有我按錯就是我聽了頭15分鐘 我本來以為中年好聲音 但是我看了這個新聞台 我想說今集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一個本質上的變化 很多評判今集的評論和以往的六、七集是完全不同的 為什麼呢? 當然可以再詳細說 但是我發現第一件事就是他們真的超重 超鬆手 而且我覺得他們今天的評判已經濃了 這麼誇張 對呀 謝龍二診 謝龍二診 謝龍二診來了 誰是龍二診 難怪我看到張階添 有沒有張階添的照片 有 我記得有 是的 張階添無端端 帶異桶 平時不帶的 不是張階添 吳仲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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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端端帶異桶 我記得上一次我們還問他們有沒有帶異桶 應該沒有 原來有帶異桶 也不帶的 他用帶異桶的時候都這樣 不知道你真的打斷 我問一下哈利 什麼事發生的 他帶異桶 不如聽聽別的 聽聽我們台上說的 不是啊 我知道為何是大異桶 大異桶就是 是不是這個要淘汰 這個要給燈 快點給燈 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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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異桶是我們給燈 收到了 收到了監製 知道知道 錄下文靈 今集真的要講講 有一個新的主持 新的不是主持 新的評判 阿可宜 是 半島 可以半島 真的四個蟹 可宜 他不認識 我們不認識 哇 英國簽了 一個新的藝術 聽聞很有料 之前是一名驚人 什麼網民 哪有料 哪部分有料 哪方面都是 你全部都記住有料的部分 什麼啊 人家說他聲色藝 那確實是聲色藝俱全的 咦 不是啊 你給回 你給回 對上一張來看看 為什麼 圖一和圖二和旁邊的那三個 中間的那個部位都不同尺寸的 我們 快點說回中聯合聲 你給回 喂 今集呢 我們真的要說說這個 我們非常之敬重 不是車遠遠 車遠遠當然是唱得厲害 這麼多個 我想說一個失明人士 朱麗萍 真的唱得非常之感動 她是星線 她因為她是去interview 即是她去參加的時候 她老公帶上去 她很年輕 二十歲的時候已經 是善忘的 脫落 有病變 是善忘的病變 是啊 44歲的時候已經開始 連光線都看不到 光暗去都分不到 即是完全沒有眼感 是啊 這個張階天都說得對 就算有很多現在 視力正常 看得到光明的人 都覺得前途亡亡 對不對 真的沒辦法 這個時勢 是吧 無論如何 你覺得她的表現 唱成怎樣 我覺得她唱 Evangar Chiu的時候 她很想唱給她老公聽 她的聲音 我喜歡她的聲音 不過呢 如果說英文的表現 如果說要挑剔 來計 那我就覺得 其實是可以再做好一點的 在英文的表達上面 但是呢 我很欣賞她 在舞台上面 那個表演 她表達了一件事 她很享受那一刻唱歌 她唱一唱給她老公聽 如果不是我老公一直以來的扶持 I'm nothing 我什麼都不是 的確是真的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她 都挺難的 你想想 44歲 她完全失明 其實真的大家 要感受 不是感受到她的難處 其實很多事情真的很困難 要重新適應 其實坦白說 她 我覺得給五星 你問我 我心裡 我會給 那個情緒 對 那個情緒 對 所以你看 你看 車丟的水埗 穿了 因為 其實 這些比賽 我覺得你不是 比較 唱功 你不是用 那樣東西去 比平 其實你是說真感情 但是 你是感覺到那種感覺 還有 你覺得她是 感動到人心 這個說得很對 我們之前也經常說 唱歌那場比賽最重要的是什麼 技術固然是重要 但是重要的是 演繹 而演繹的時候 譬如我經常都 教一些學生 或者教一些參與者 你們怎樣令到 評判可以 有 給你分 原因就是因為 你唱到她很感動 很進入到你的故事裡面的時候 那個評判都不記得寫 甚至乎 你有些瑕疵 都被你的情緒 帶動了 都被掩蓋了 你明白嗎 即是等於 譬如有些 有些參賽者 我不知道這次會不會 有些 就是不停地跳 不停地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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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弱點 你會聽到她真的很耐心 她每一句 真的對著她老公說 是啊 不如我們逐隻去說 因為有幾個都唱得非常好的 當然有些不太好的 我們先說說 有一個很多人都想說 這個 我先說說這個 英國人 Ten James 他唱著李香蘭 我們不如聽一句吧 不然被人Block了我們 有黃標 聽一句吧 他完全沒有廣東話的那種發音 是不是很厲害 當然 唱廣東話沒有廣東話的發音 尤其是你們聽到野語洞 有段透四的字 平衝 哈哈 真的完全沒有好風格 周星馳也要跟他學習 不要開玩笑 真是 周星馳要簽他 簽他 簽簽他 他幾有特色的 我覺得 但是很有趣 我自己一個評論 他很有特色 他很有感情 哇 很誇張的情緒 也完全不是沒有唱功的 他沒有了張學友的味道 但是我覺得這三件事是聯繫在一起的 是 你覺得他為什麼不用英文歌參加呢 我覺得他如果用英文歌參加比賽的時候 其實他應該可以很 很 很 我有想過 如果他唱股唱文 上年冠軍戰那首歌 你覺得他跟股唱文PK 他贏還是股唱文贏呢 哦 可能他贏 始終外國人咬字英文字 應該正路 應該經驗和發音是 正一點的 準很多 換句話說 你都認同這個人是真的有唱功的 他的音色其實也不破 他是有所有的 是啊 只不過現在他把他唱了廣東話的時候 有些咬字上面 我們叫做兔字 那 就好像整件事和音樂本身的編曲 他不能夠 整件事 即是他好像在那裡刷劍 是不是這樣的感覺 應該說他在那裡刷劍 但問題是你給他一支掃把給他 那你總是覺得他 他有一些低不成高不就的那種感覺 不是 其實不是這樣的刷劍 他是 他在那裡刷劍 他在那裡刷劍 但是對面有一個鏡棒的槍 打死他 人家是用槍他不見 這些事 沒有辦法的 其實廣東話是把他所有的功力 其他東西都打散了 沒有辦法 那其實 他是一個很厲害的武林中人 武林中人很厲害 自費武功 自費武功和你鬥 是啊 但是那些評判很喜歡他 五重朋友都沒見過 喂 幫了 我都說你很棒 我都說你很棒 這樣 真的 我覺得 武功也有勞 他很喜歡香港 我喜歡吃菠蘿包 喝奶茶 涼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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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改變了 不是 我都要去拿五重 我知道為何他拿到五重 因為他唱好香港 他不是唱歌 他叫唱好香港 香港有好禮茶,香港有禮茶 女法局可能含錢,你過來幫忙唱 女法局快點找她,如果我馬上無線就馬上推銷她 真的不出奇,難怪張家謙暗中行 你快點來唱好廣東話吧,唱好廣東歌 然後她說我很喜歡香港 然後張家謙說,不是張家謙說,不是張國鋒說 所以香港人就喜歡你了 我還以為她已經夠浮誇 那些評判更浮誇 她真的很浮誇 她在1、2、5燈的時候馬上跪下地 哇,好像中了六合彩 真的很浮誇 然後她說她的聲音很漂亮 然後她說,哎呀,你也是 哎呀,真的 喂,是不是有個朋友? 有朋友嗎? 我真的有聽的 真的有的,不要開玩笑 喂,怎樣評論 我真的有截下你的圖 陳俊亮,是嗎? 是啊 其實她唱得不差呢? 我又不覺得是 她唱得不差,但不只一燈 總之應該 是嗎? 我又留下這個圖 是嗎? 是啊 肚子比較肥 是 她唱哪一首? 是嗎? 命運符號 命運符號 用我力抱我老徒 只怕有人 看這首? 其實很可惜的 我覺得 是不是真的值得一兩燈 一燈 我覺得 她一定 我覺得 雖然她唱歌 還要 就是她完了之後 別人就出了張家誠出來 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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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告訴你 特意找張家誠 其實某程度上 他都挺大牌 無線 從未出現過 找一個人來招呼他的 他現在呢 就特意找了張家誠來招呼他 一個作曲人 再加一個 再搭一個羅啟雄示範 嘩 對 找了羅啟雄示範 什麼叫Muddy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他賺了 你想想 整組人去招呼他 什麼叫Muddy 什麼叫Muddy Muddy 真是很 很泥 很泥味 很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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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什麼 潮州菜 胡泥 胡泥 肥媽 吃雞有雞味 那些 不是的 我告訴你 TVP有隻新公仔 叫Muddy 可能 TVBuddy的女朋友 叫Muddy 是 Muddy 其實可以 中聯好聲音 做Muddy 是 那些 所以我覺得 所以 你說唱功 我覺得 現在這一回合 是奇怪的 是的 不是 不過不知道會不會是 不知道會不會是 因為這樣 因為他錄影的時候 錄了新華大灣區 新華大灣區 之後才開始 這個100強 之後才去再錄 大家看完PK戰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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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部分 裡面 也都 好像很 只不過我們覺得 好像那個 評分 評判的 守則 評分的守則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我們都可以 一會都聽一下 聲音漂亮 但可能有很多沙石 但他們入圍 但有些可能沒有什麼沙石 四平八穩可能只有三燈 不知道會被人同胎 就是這樣 是嗎 你想說誰 肥板王遠之 好 就說肥板王遠之 他呢 就唱了那首 有料理 有料理本身是一首慢歌 很抒情的 芭蕊 但你唱這些歌 他又覺得 沒什麼變化 其實開頭 真的不是很差 我覺得是 聽一兩句 免得更不安全 沒有什麼 開頭是挺舒服的 那聲音真的很漂亮 其實我覺得他整首歌 這樣唱 我反而會給更多分 更好 對 後面就製作波聲 大家聽聽 不知為何會這樣 因為現在有少少 現在有少少是 因為Bosanova 所以Bosanova 所以Bosanova 你為了要搞些事情 所以我就變成Bosanova 張艾天 很特別 你的監製很聰明 其實我覺得這首歌 有料理 整首歌 很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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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如何也 現在我覺得 有少少少 不知道你有沒有覺得 或者聽眾 會不會覺得 有些都會挖蛇添足 為了要變 所以要變 但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大家做音樂也好 其實是一個大忌 不要因為為了要變 所以要變 有時候譬如我們要去唱 要去改一些音樂 玩一些音 千萬不要想要突出 所以要改 不要 你就要看上文下你能不能歌詞 能不能給你這樣做 我覺得他是想表演音樂多於表演他的聲音 你同意我說話 同意 他成為了這首歌可能是他的監製 有機會我也認識 也不怕什麼 可能他的監製建議他這樣唱 好啊 好啊 什麼事啊 然後最後就拿了Credit監製 但我覺得這個監製也值得打 你看完歌詞你才做Bossanova 你不要為了 因為我要改編而改編 是 很好的 就是你突然間 你突然間 你突然間變成HIP HOP嗎 是吧 你怎麼唱呢 其實我覺得Present 你始終都是唱歌比賽 不是說你拿著結他去唱 哇好帥啊 多幾分 不是ViuTV那些嘛 OK 這樣就有 如果有你 沒有人唱 他變成這樣版本 非常好 或者有人唱 吹個Saxphone 你也有歌詞 你也有歌詞 你可以吹個Saxphone 在那裡也OK 但是你有人唱呢 你就因為有歌詞 你有歌詞 你現在變成這樣就太Chill了 還有還有一件事 廣東話其實很難唱Bossanova 絕對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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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等於有些 等於有些廣東話 始終廣東話是有很多東西限制 你廣東話你唱R&B 你是很難突破到的 就是不容易 就是要花點的時間 花點的精神去處理 是要處理的 不是說不行 是要處理 但是就不是說 哎呀 我做了一個編曲 Bossanova就是Bossanova 你要連唱的那個聲音 聲音 那個groove 都是要Bossanova才行 我自己有個 怎麼說呢 我有個經驗 Bossanova 好幾隻都是Bossanova 例如Find Me To The Moon 很多人喜歡唱的 例如陳百群另一隻都很出名 這個 什麼 粉紅色的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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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疾風 是不是疾風 對 就是疾風 讓野風突破 對 對 對 周星馳那齣戲 我記得也是疾風 所以那幾隻都是Bossanova 其實你有一個特色 就是Bossanova的戲 你要很黏 你要很柔 很柔 很鬆 但這刻你感覺不到 你明白嗎 你感覺不到 你感覺不到 就是你很想要的 就是要唱R&B 你的聲音很鬆 でも它現在正在用一般 唱歌手段的歌 一般按照較香港的 一般情歌的演繹 它演繹了一個Bossanova版 其實他已經盡量解決了 但解決不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厲害的問題 解決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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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說其他的 這個我們都覺得不錯 就是張家豪 唱者怎麼寫得來 我又覺得他有多有 雖然身形都比較肥 但多似小肥的感覺 我們播一句吧 聲音挺漂亮的 很漂亮的 很漂亮 其實我覺得他的聲音 尤其是 我覺得他 你聽到他的唱歌 在舌上有一個舌 好像捲著U型的音 少許 你聽到嗎 少許 其實某程度上 我不知道他講話 是否有一點 舌影影響到他的咬字 但是某程度上 我覺得他 如果他本身天生 是有這樣的影響 而他唱歌 是撕掉了很多 我覺得是很厲害的 我想起上次說一下 潘兆倫的個案 阿生 你是不是吃煙的 張家豪 你是不是吃煙的 我說吃煙的 可能真的有煙的聲音 你是不是吃手捲煙 那手捲煙 你的舌頭就會捲 是不是有關 手捲煙 你是不是剛才吃了春捲 還是蛋捲 所以捲著聲音 對 是不是 其實他的聲音真的很漂亮 不知道 要問他才知道 因為他可能是春捲 因為他做廚師 對 但其實他有幾個特色 你聽聽後面那一段 你聽聽後面那一段 很棒 嘩 他的力度很適合 對 他力度很適合 而且很適合這首歌的表現 我怎會捨得你 那件事 會比較 защitos 是很ajo 我覺得他連一些 這個很乖 的電視 就會說 他是和 一定很貼 因為 這個感覺 那 唯一 你說 要做些些 Styl foreigner 那我就覺得它現在五燈了 那怎樣可以再做好一點 我覺得那個dynamic上 前面紅色點可以再游一點 現在一出來那把聲的張力已經很大 已經很拉斜 一開聲的時候已經很拉斜 其實可以再軟一點 慢慢飆升 整件事就會更好一點 還有它後面C1點點的時候 再跟它那個rhythm吉他 那個groove再多一點的時候 那它就會整件事再升起來 會再完美一點 雖然現在已經不錯了 那就能進入決賽了 直入決賽啦 直入決賽 這麼厲害 但它能否贏得到新馬的15個呢 你覺得 贏不贏得到啊 我想 你覺得 它跟王蔣卓恩拼誰贏呢 我想王蔣卓恩 你沒有辦法的 是吧 沒有辦法的 我說 因為它有些 好像王蔣卓恩 其實它挺有特色的 你變相對的 贏的樣子吧 其實有幾個呢 你想想 星馬有幾個都可以贏 是贏在他們的聲音的特色 我不行 我不可以說話 我不是 我不可以說王蔣卓恩贏 我要講完數量 它都沒有找我喝東西 潘兆卓恩呢 如果你潘兆卓恩跟他鬥呢 我自己覺得 潘兆卓恩跟他鬥呢 潘兆卓恩是有 因為我只認識潘兆卓恩 另外 我不知道他的聲音的質地是怎樣 現在我們可以再看一次 我就可以說了 因為 潘兆卓恩的聲音 因為他的range很大 已經有不同風格 但如果他只有一類的聲音 這集的聲音 其實某程度上你可以聽得到 他是有情感 他是有情緒 不過他的placement只有一個 如果你的placement只有一個的話 你下一集又是這樣 再聽又是這樣 等於我整天的歌 現在大家聽到他唱歌的時候 嘩 好聽 嘩 第二個你再唱一次 哦 第三就是 邪 就是這樣 你明白 變成在聲音上沒有變化 暫時聽不到他的placement 就是聽不到他的板斧 是啦 是啦 變成這個可能會暫時少少少 暫時這一刻 當然 還有 你說 潘兆卓恩的變化大些 他不同的placement做得好些 另外一個 嘩 這個厲害 養豬 胡家健 唱一隻眼淚為你流 這個是 誰的收款名曲 這個是 陈麥將 嘩 他一出來的聲音 又是美得不得了 我們真的要聽一句 嘩 真的 突然間好像回到80年代 是呀 還有你知不知道為什麼他要唱這首歌 為什麼 啊 因為他養豬 因為他養豬 因為 很辛苦的嘛 還有 全香港市民都要感謝他 大哥 你不是他沒有活豬吃 就是 一直對著那些豬 眼淚在心裡 就是 一直 就是 等於以前 鬼叫你窮牙頂眼相 就是那些 哈哈哈哈 你知道呢 有以前呢 流行音樂的一個齒組 其實是一些黑路時代的 一些的造工 造歌 那這隻眼淚心裡流 就是他的造工歌 他有拍到一個片段 就是眼淚心裡一邊餵豬一邊唱的 是啊 是啊 而且我覺得他很適合做娛樂圈 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豬豬豬豬 不是啊 他多豬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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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 他有幾個八十年代的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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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聽聽聽聽 歌曲 我終於知道他好像什麼 他有一點像關正傑 咦? 我又聽到另一個人 啊? 哪一人 我聽到葉鎮堂 沒有啊 敬煙 哦 空制 命運 那些 像不像 聽多一句 我還是覺得他像 關正傑 關正傑 但是他很夠氣 這個是 一聽他的支持 你都知道他 可以 你有時間去玩 像吳崇隆說的 你有時間去玩 不過下次通常都淘 周國鋒說最好笑 周國鋒說 朱都死得甘心 聽你唱的舞廳 不是啊 因為他在訪問也有說 那些豬 難產的時候 他都覺得他心痛 所以他眼淚 心裡又苦痛 你給我看那個歌詞 他有句 他有句 尼別裡 心痛苦悲 那些豬要這個湯的時候 其實很不想 尼別裡 豬真是辛苦 在香港賣豬 所以說真的 不容易 所以真的 很耐心 我覺得 他四年都沒有休息 他說他 那個員工 辭職之後 走了之後 真是辛苦 辛苦 還有五點鐘要起床 大哥 哈哈 喂大哥 我們現在都五點幾六 早上 是 神經病 我們都 我們現在錄的時候 他就起床上班了 還有大家有沒有覺得 他的形象 像某一個國家的 手上 像手上 手上 是不是 是嗎 不知道是誰呢 大家自己幻想一下 是 有網民在說 是嗎 是呀 當然了 有高網眾 是嗎 立刻 SALUT 真是眼淚 你以為做手上那麼容易嗎 是嗎 很多 薪惠城 那些都 挺辛苦 是呀 薪惠城 一定是辛苦 因為他姓新 是呀 是呀 所以大家認得這個 胡家健 我覺得絕對期待他下次多些變化 不會只是唱八十年代的歌 是呀 長間弱地愛多八十年 那些 是嗎 太到未曾那些 太到未曾太變 那些 喂 這個 我想你真的很想說說 劉陽 他唱的那首 麥 本來這首歌是誰呢 這個是 張惠 張惠 我覺得這首歌是難表達的 嗯 難就難在呢 這首歌是 他的dynamic 都算是幾大 但我覺得不可能用音量 你不可以和他鬥大聲 你只可以用音色去表達中間的情緒 嗯 就是要慢慢慢慢來 慢慢慢慢來 慢慢來 慢慢慢慢來 慢慢來 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這樣說 你可以這樣說 你需要有一個 增加 他的聲音挺漂亮的 我們聽一兩句 一去到後面 嘩 爆發的那裏 好方的感情 嘩 嘩 怎樣評價 哈密老師 嘩 我覺得呢 他前面 因為他不是 我們叫外省人 就是 他是那些 那邊 他叫外省人 那變成他講話的時候 都是那些 那些聲音 那所以呢 其實我覺得他前面 第一段呢 他拿那個 tension 拿得太硬 還有呢 suppose 我估計呢 這個選手呢 其實他 他的優點 就是後面 他自己也都知道他的優點 在後面 那但是呢 他要前面的時候呢 他沒有刻意去處理 他只是在想 或者很自然地 很自然地唱了前面的那些 但是他就想 我後面的那個 後面那個很爆 那你變成他整件事呢 就 好像迪克牛仔在唱這樣 整件事太粗獷了 你說什麼 是啊 開頭我覺得他沒有什麼語氣 一個tone 就是 是不是 因為他做開火鍋 平時都 對 可能做開火鍋 不是啊 不是啊 做開火鍋 出來的那些 不需要怎麼擺盤 不需要怎麼煮得很漂亮 是不是都 丟掉下去 鹿而已 總之 醃到那些肉 有什麼濃味 就 堆下去 不吃就算了 是不是 但是他們很喜歡 你很喜歡 你很懂得說故事 很棒 我覺得他 聲音是自然的 聲音是很 是他自己的 不是故意捏一些聲音 是故意做的 而是真的 很 應該這麼說 唱歌呢 其實有幾件事 第一件事 你要認得自己的聲音 第二你要很 欣賞自己的聲音 第三 不是 第一是認得 第二是欣賞 第三是享受 OK 我覺得他是享受他的聲音 就是我們覺得他可以有些東西 再進步 可能前面的鋪牌 上面做好一點點 你不用這麼大力 那些 就算他現在的聲音 他都覺得是很棒的聲音 是的 我覺得就算那個英國人 Dang James 他都很享受自己的聲音 你說廣東話 咬不正 好小事 所以我覺得 大家留意一下劉洋 這個歌手 我覺得 如果 劉洋和Dang James 我覺得這兩個的歌手 我覺得 劉洋會走的路 會遠於Dang James 這麼誇張 嗯 但是我覺得無線應該捧 Dang James 為什麼呢 因為 就是他一個外國歌手 外國人 還有可以在一些 要做警察的時候 找他做警司 是嗎 是的 好像有何國 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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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現在不流行 這個 外國警司 現在還警司 現在 是 警司 所以外國人不好 所以他未必有休息 在外國有什麼間諜 他還可以 其實應該找多些不同人 一些印度人 也可以 來參加一下 印度什麼要找周星馳 Bandum 五仔都是有四分之一 血統印度的 是嗎 是啊 是啊 那麼 找一下五仔去拍周星馳的戲 是啊 然後朋友你吃蕉 不是啊 吃不吃雞腿 就把雞腿拿出來 說到最後一個 就是這個 梁楚琦 唱《七級半地震》 厲害 這首歌是不是 印尼姐姐 印尼姐姐 是啊 我發現今集很多人唱《印尼姐姐》 是否無線請了印尼姐姐做嘉賓 不知道 不是因為 樂壇風紀 維持秩序 他真的很像陳潔玲 不要開玩笑 真的 真的 真的給大家聽一兩句 我真的很像陳潔玲 那聲 真的像 他是像陳潔玲 陳潔玲 年輕的聲音 不是現在 因為現在有把吃煙聲 煙唱 是 然後張潔玲 Eleeser 你是不是吃煙 我聽到你吃煙聲 我聽到你吃煙聲 陳奕迅參加都會這樣說 陳奕迅你是不是有吃煙聲 真是第四 我覺得今集其實真的有一個大的轉變 整體來說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評判 其實他們 鼻子很鬆 首先 評判收了的order不同了 有可能 是不是你看到那些都有整三燈 你不明白 不過不是這樣的 大家看這個節目 始終都是一個叫中藝 唐映中藝節目 不是歌唱比賽 一個中藝節目 其實劇組上面真的有些事情是有計算的 還有今天看到的事情 因為我都不知道 未必 人家說未必 未必是他的順序拍的 那可能 可能有些這樣的情況 既然他是一個 一個錄影節目 那麼他都不需要 去跟流程 未必是說流程公平度 而是他要看那個節目會不會 如果你想想 如果他拍攝的時候 頭十個的時候 全部都沒有淘汰 全部淘汰的 或者全部都沒有淘汰的 那就要將這件事情傾注 要將整件事平靜 那他又要 Edin�我也計算 olds培一次 你知道都淘汰一下 只有幾十秒 如果兩個三十秒 就是一分鐘 就要淘汰一下 就要淘汰一些的 員 provincial 可能就是這次突然間無緣無故淘汰 計算好幾集 所以不要緊 多了幾十秒 就弄個Muddy張家成出來 Muddy張家成 TVB Muddy 我猜是 可能無線弄個TVB Muddy 所以變成可能大家有些覺得怪怪的評分 可能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之前可能手緊一點 其他人可能不行 我們還有很多位置 我們手鬆一點 可能是這樣 沒有了 總之我想過了 下次參加比賽一定是這樣 扮外國人 唱廣東歌 不是啦 我和你們兩個去參加British Got Talent 也可以 唱什麼 倫敦British's Boring Town Bossenova Part 這就靠你了 靠你做一個編曲吧 兄弟 厲害過Muddy版 強過Muddy版 還有支持小弟哥台 李比老闆做做好退友 支持小弟哥幾本身書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更多不同的音樂 有趣的東西 多謝哈瑞老師 OK 下次再見 多謝 拜拜 給點讚 拜拜 大家好我是吳仔 這位是Ivan Sir Hello 各位好 你給老闆早退休的作者 怎麼不用錢可以供到一層樓 很誇張 其實Ivan 一向都是益我們的 在去年跟我做過這麼多個財經的節目 你有些戰績跟大家說說 我不敢當 不敢當 好運都很重要 這麼謙虛 不過我們也有些策略 我們也不是隨隨便便去炒賣賣 所以成績都OK 他那些東西很刺激 我知道都賺不少 但我個人比較穩陣 其實吳仔對Ivan的推介 我發現原來分散我的資產 是可以很便宜的 是可以用很少的錢 可以這麼說 簡直是人家幫我供了一層樓 債券通常是兩厘三厘 各付債券一兩厘 好少少的投資級的債券 可能有三四厘四五厘 又可以收息 又可以做到一個資產增值 債券的好處就是 他一定會有利息 大概有多少厘 大概有七點多厘 七點多厘 聽說買樓只有兩厘多 一般是兩厘 月大的樓 二三千萬的樓 基本上都未到兩厘 所以我自己的計劃 就是把一部分的資產 讓他生息出來 我們有個首期 每個月他生息出來 就幫我供一層樓 是呀 那些錢 生錢 我就不用打工去供一層樓 其實一千萬 你想想 如果你說銀行只一千萬 可能真的給的利息 說起碼都三四百萬 管理費 你現在說是幾元呎 好少少的 你真的說是千幾二千元的管理費 很多人以為就是買樓 可以的了 不是的 其實這個世界很多方法 我幫你錢賺錢的 每個月有個息回來 還有我想說 你說七八厘 是 給你如果有三百萬來計 是 你三百萬在香港 買不到一層樓 是 但是收回來的息 我們上次計過有兩萬多 兩萬多元 兩萬多元的樓 香港起碼都要七八八百萬 是 我們都是覺得這個是比較風險 去分散 不會說一舖所有基蛋 放在一個同一個籃 沒錯 Ivan 經常說一件事 不要所有東西 可以沽住一堆 分散了你的風險 絕對可以放心